白领创业成功的概率高不高 白领创业成功的很多 不过失败的似乎更多 那白领创业为什么容易失败呢 这源于白领它的习惯性思维 当你在创业的时候 你会用以往的工作经验 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白领创业它往往会依赖于团队 它更多的喜欢开会 更多的会关注谁应该做什么 谁不应该做什么 谁是这个项目的主导 而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每个人看得到问题 瞬间你就去解决问题 对于谁应该做什么的 这个岗位认知 岗位责任这个概念 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所以白领在这个上面 由于组织架构在它脑海里根深蒂固 岗位责任这件事情 一定是它做事情的 第一时间想要关注的 A做什么 B做什么 C负责什么 这些思路往往都会制约着 白领创业的成功 所以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 如果你依赖于团队 你依赖于制度 依赖于谁该做什么责任 然后还希望有固定的报酬的话 这种心态有意无意的影响着 你的创业的进程的时候 那么白领创业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白领创业能不能成功 取决于白领能不能把之前的工作习惯 完全包裹起来 屏蔽起来 放到一边 用一个真正创业者的这样一种心态 用方法去面对一切新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